哈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讲一下富士前段时间 刚刚发售的全新的旗舰 位置XH2S 这边有个S S很重要 后面大家可以看一下logo XH2S 其实这个机器呢 已经发售了一段时间了 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购买它 不像之前富士的机器啊 XS10啊 XT4啊 XT3啊 基本上在它发售之后呢 就让我很有购买的欲望 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购买它 主要是大家都知道 最近佳能也发布了 EOS R7以及EOS R10这两台机器啊 关于这两台机器的全面的评测呢 我之前都已经给大家出完了 因为呢 EOS R7和EOS R10呢 这两台机器 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第一时间还是购买了 EOS R7和EOS R10 XH2S呢 发售的价格是接近17000了 我觉得相对来说 从纸面上它所提供的性能 其实性价率并不是很高啊 由于最近 把佳能相机评测都给做完了 所以有些空 前几天刚刚租了一台 租了7天的时间吧 价格也没有很贵 500多块钱 正好有一些商业的拍摄 我也想看一下 XH2S 是不是能作为一台 可以帮你接单的机器来使用 毕竟它的价格比较贵嘛 不像XH1啊 就是它的前一代的产品 这台机器呢 其实我在2018年 刚刚发布的时候 就直接第一时间购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2018年那个时候 其实各大厂商发布的机器嘛 并没有非常全面的性能 我希望有一台机器 可以满足我几个点 首先 它的握持的手感比较舒服 而且它有一定程度防尘防低 因为那段时间 我一直在外面捋拍啊 对于手持舒服舒适 以及防尘防低的要求还挺高的 当时XH1呢 它的机身是非常大的 它甚至比晚了几天 发布的索尼A73机身还大 所以手持我觉得XH1是比较舒服的 当然它也有比较不错的防尘防低 第二点呢 就是我需要一个很好的机身防抖 因为我们在外面捋拍的时候 基本上是边走边拍 很少会有时间或者是空间 给你去架三脚架呀 或者是让你有很好的 稳定的拍摄环境 并且呢 有些镜头它是没有光学防抖的 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 带机身防抖的相机才可以 这样我在手持拍摄的时候 甚至是单手手持拍摄的时候 也可以给我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效果 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另外一只手 通常来说是需要拿反光板 或者是打闪光灯的 因为要拍课片 需要进行一定的曝光 XH1呢 是富士第一台有机身防抖的相机 当时我是觉得 对富士的这个机身防抖比较信任 所以这也是我购买XH1的一个 比较大的因素吧 还有一个就是侧翻屏 我刚刚说了 我很多时候需要单手手持拍摄 经常需要横着或者竖着切换拍摄 那XH1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屏幕虽然说不能侧翻 但是它可以这样垂直翻上来 像我们在埃及拍摄的时候 经常会竖构图拍摄人像 那边很多的建筑都非常的高 非常的漂亮 我是希望通过竖构图来 保证我的构图比较好看 这样的一个可以纵向翻转的屏幕呢 可以让我即使在单手手持拍摄的时候 也可以获得非常舒适的拍摄体验 所以XH1的这个可以侧翻的屏幕 对我来说是吸引力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最主要说还是画质 富士的相机 其实我之前有用过XT3 其他的机器 虽然说它是APS-C画幅的相机 但是由于我们在外面拍摄 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以白天为主 以及包括我之前用富士相机的一些使用体验 我觉得2400万像素 是绝对够我完成一些商业的履拍的 至少不掉价 如果我用APS-C画幅的话 我的镜头群会比较轻便 然后镜头的体积也会比较小 我们在外面履拍的时候 操作也是非常灵活的 最重要一点就是有非常可靠的单次对焦 我说的是单次对焦 富士的相机 大家知道它的连续对焦 可能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稳定 但是单次对焦 我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相比之下 那个时候很多其他的机器 它的单次对焦 都不能提供非常好的效果 最后当然还是说拍视频 我希望它的1080P的画质 以及4K的画质都能很好 富士相机是当时市面上 唯一在1080P和4K的画质 都可以提供超彩样这样功能的相机 其他的当时佳能的相机 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超彩样 索尼也就是拍摄4K的相机才有超彩样 所以其实综合上面几点的话 我看来看去 我觉得X-H1是非常符合我各方面需求的一台相机 即使说当时的发售价高达12000块钱 我也觉得很合适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完成拍摄任务 能帮助我挣钱 就是一个好的机器 最主要说还是其他的机器 并不能够满足我这方面的需求 比如说索尼在X-H1发售了一段时间以后 才发布了索尼A73 但是索尼A73这台机器 没有侧翻屏 它的系统又不是很好用 触摸屏也不是很好用 它的防抖也是比较一般 所以其实我觉得A73并不是非常适合我去用 以及佳能发布了M50 M50这台机器什么尿性大家都知道了 反正我们当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那个小姐姐就买了M50 她当时看了她自己用M50拍的照片的画质 和我用X-H1拍的照片的画质 很明显能感觉到差距非常的大 甚至我之后觉得还比较满意的 尼康的Z6也是在几个月以后才发售的 而且当时发售的时候 你还不能第一时间拿到机器 等了接近快一年的时间才拿到尼康的Z6 但是尼康Z6这台机器 它也没有侧翻屏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用起来也不是非常的舒服 佳能后面几个月发布了U4R 这台机器虽然说我做了评测 但是整体用下来的话 觉得这台机器并没有非常让我满意 没有机群防抖 然后拍摄视频的画质又非常的差劲 反正我自己是没有买了 朗尼的A6400可以出屏 可以向上翻 这台机器也要等了一年以后才会发布 更不要说真正让我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觉得可以代替我手头上的X-H1 这台机器的佳能U4R6 也是在两年以后才发布的 所以你可以见当时确实我没有太多的选择 所以为什么我毅然决然的买了X-H1 到2019年底大家都知道 也不知道富士官方还是说经销商 把X-H1这台机器的价格压得非常的厉害 甚至对半侃 当时6000块钱左右 你就可以买一台全新的机器 这种被刺老用户的行为挺让人不耻的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并没有把自己的X-H1卖掉 就说明这台机器 它确实各方面能够比较好的满足我的需求 那么到现在为止三年的时间内了 其实我在不少的拍摄场景下 都也带上了X-H1拍摄 我觉得这台机器即使到现在为止 它的性能也并不是非常的差 在很多的场景也是可以满足我的拍摄需求 而且我靠X-H1这几年赚的钱 已经足够买好几台首发价的X-H1了 我一直觉得X-H1作为富士的旗舰级的相机 它是一个用来定调富士 未来相机发展方向的很好的参考 包括富士后来发布的X-T3 X-T4 X-T30 X-S10 你都可以看到从X-H1上继承的一些特性和基因 这回X-H2S呢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从这台机器上 能够看到未来富士可能会发布的X-T5 X-T40 或者是X-S20 这一些可能的发展的方向吧 但是这回X-H2S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购买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好机器太多了 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佳能的X-R7 X-S10 如果大家看过这两台相机的全面评测 你会知道它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 这是往低的比 因为X-H2S只有9000块钱 相比于X-H2S只有差不多一半的价格 17000块钱 你甚至可以去买到全画幅的索尼的A7-4 对吧 然后如果你在乎视频性能的话 你加个三四千块钱 你可以买到一台全新的索尼的A7-S3 因为现在索尼的相机价格也回落了 你可以看到索尼啊 佳能啊 甚至包括尼康或者松下 已经不是三年前的这些厂商了 现在旗下的很多的产品已经把各方面的短板都补的差不多了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需要更好的性能的话 你加一点钱就可以买到 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好的性能的话 你也可以便宜一半相应的产品的选择 所以其实我觉得X-H2S这台机器定价17000块钱 这个价位嘛 其实性价比不是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这台机器吧 就是你买我推荐 我买吧 我还是选索尼或者佳能 那我接下来就来给大家聊一下 我这段时间使用的X-H2S的一些体验 以及我为什么会觉得这台机器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 那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机身啊 依然作为富士的旗舰级的相机X-H系列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机身的设计是跟X-H1是非常接近的 同样都是有非常宽大的手柄 非常大的机身 对于专业用户来说 其实机身比较大 用起来是更舒服的 这样增大的机身呢 其实会照顾一些专业的用户 比如说这些专业用户 他可能在户外使用会戴手套 那么你机身太小 按钮太小 其实操作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 再比如说一些欧美的客户 他们本身的手比较大 那太小的机身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包括你看索尼的相机从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你会发现索尼的机身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是因为很多欧美的客户提出说 索尼的机身实在是太小了 包括你像EOS R7这种偏中端的微单位相机 它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柄 这样的话你手持的时候 其实它的持住的手感是跟全黄色相机 比如说EOS R6或者是EOS R5 非常接近的手感 所以其实保持这么大的一个机身 对于专业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理智的一种设计 再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水墨的尖屏 这回的尖屏从原本最右侧 移到了靠中间的位置 因为把原本的快纹速度实体拨盘给去掉了 这个尖屏的话我就不再赘述了 如果你用过富士中画幅的相机的话 你会知道它其实非常好用 你在设置里面的话 是可以去专门自定义这个尖屏的显示的 副屏的显示 你基本上可以针对于拍摄照片 或者是拍摄视频 设置里面显示的内容 拍摄视频你也可以选择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监屏了 你基本上一低头就可以看到 所有你想要知道的信息的参数 当然不光是维持了这样一个专业的设计 那么XH2S也是听取了很多专业用户的建议 在很多方面做出了改进 这回XH2S呢有一个更大的摇杆 XH1它这样的一个小摇杆吧 如果大家用过的话应该会知道 它其实手感并不是很好 就是不管是你调整菜单的设置 还是移动这个对焦点 感觉就好像摸一个火柴棍一样 其实不太舒服 那这回XH2S呢变成了一个像索尼 或者是佳能这样面积非常大的 有很多凸起的点点增加摩擦力的这样一个设计 所以你这样按起来的话就会手感更舒适一些 而且它的摇杆的位置也放得更靠上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在拿到这个相机的时候 大拇指就会非常自然地放到这个位置 而XH1呢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想要移动摇杆 你还要把大拇指放下来 而且这回的这个Q按键呢 从原本的最右侧的这个位置 也移动到了靠中间的位置 那么你大拇指移动的距离就不用很长 就可以按到这个Q菜单 像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就有点像索尼的那个录制按钮 你的大拇指需要从原本这个非常舒适 非常安全的握持的位置离开 这样的话你的相机就可能有掉了风险 当把Q按钮移动到中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大拇指移动的行程也不是非常长 也可以让你更牢牢地握持到这个相机 并且呢不像其他的富士的一些低端机 也仍然是保留了上下左右四个按键 这个四个按键呢 当然你也是可以去修改菜单呀 但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提供自定义按钮的功能 如果你有上下左右四个按钮 你可以看到 在机身菜单里面 你就可以有多四个快捷键的设置 而其他的按钮 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可以自定义设置 总共是有三页可以自定义设置的按键 那么你就可以非常快速地去 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定制机身的操作 富士完全放弃了波盘按下去的功能 像之前其他的富士相机 前后波轮啊 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按下去的功能的 你按下去它算是一个自定义按键 前波轮也是可以按下去的 XT4 XT3啊都是有这样的功能 这回的XH2S呢 这个波盘呢 它只有一个波动的功能 我觉得这一点设计的改变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经常听到别人吐槽说 由于富士相机它的波盘比较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我波动的时候呢 实际上很容易去把这个按键给按下去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误操作 所以他们经常会 为什么条条的转到别的项目上去 通过把这个波轮按键取消掉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波盘也更加突出 很明显就是为了降低误操作 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改变呢 还是富士终于在专业的机身上 放弃了过去自己非常坚持的那一套实体波轮的设计 就像X-H1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更改ISO的一个波盘 右侧是更改快门的波盘 如果你的镜头上面有光圈环的话 你就可以更改光圈 这个波盘的手感确实非常有机械感 让你感觉这个相机很有质感 但是呢 其实在专业拍摄的时候 这样的调整是非常不方便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我想要去更改这些设置的时候 我的手一定是需要离开我原本的位置的 比如说我原来是过镜头 那我需要离开原来的位置去调整ISO 再回去 或者说更改快门的话 我右边拿着手柄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用左手去更改快门 或者右手放松这个手柄 再去更改快门 然后我要更改光圈的话 我也是需要用手去更改光圈 实际上在一些专业的拍摄活动当中 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有些慢的 因为你的手离开原本的位置了 它的操作肯定是不如 我的手原本就在波轮上直接去更改光圈或快门速度更快 所以其实我会发现一些专业的摄影师 他们在用富士的相机的时候 是直接把实体按键的功能给去掉了 如果你想调的话 可以在转盘这边修改 比如说ISO转盘 当变到A的时候 原本是自动挡把它调成命令 还有光圈环设置 原本是自动调成命令 并且如果你把快门拨盘拨到T的位置的时候 此时你可以直接通过机身的转盘来调整快门 以及使用前方的转盘去调整光圈 如果你的ISO此时调成A档的话 它是一个命令式的 此时你可以通过按一下前面的转环 就可以把你的前波轮调整成修改ISO 这样的话 你的ISO光圈和快门都是可以移动到 两个命令波盘上直接去操控的 但是此时这两个实体的转盘和镜头上的转环 就完全没用了对吧 因为你的控制都是由你的控制波盘去调整的 这两个实体的转盘就完全没有意义这样设计 所以其实为了照顾专业的用户 这回XH2S就是彻底把这两个实体的转盘给去掉了 并且加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跟XS10一样的曝光转盘 当你使用M档的时候 前波轮就是调整快门 后波轮就是调整光圈 想调整ISO的话 由于XH2S它没有第三个转盘 所以你调整ISO的话就不得不使用ISO这个按键 按下去以后通过右转轮来调整ISO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回富士终于是为了 不得不照顾专业用户的使用的体验 改成了像索尼或者佳能一样 非常传统的操作方式 你像XSR7对吧 它也是前后两个转盘 再加上机身上一个ISO的按键 不过我觉得这个按键很奇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我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 我前波轮是不能调整ISO的 只能够后波轮调ISO 并且它默认情况下ISO调整的方向是反的 比如说往右拨的时候 它ISO是降低的 你觉得可能这个方式 觉得用起来不习惯对吧 我是不是可以调整命令拨盘的方向来更换位置 不行的 你可以看到 当我把这个选项选到下面的时候 调整ISO 它还是向右转的时候变小 向左转的时候才变大 我不知道这个是bug还是什么原因 还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其他的转盘的选项 反正是我觉得用起来不习惯 因为其他的相机都是正好相反的方向 包括前方 以前富士非常经典的 MCS对焦波感 这回也是在XH2S上直接更改成了一个单独的按钮 当你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会弹出一个菜单 来去让你选择自动对焦还是手动对焦 而且这个选择 你也是没有办法通过前波轮去修改的 真的贼奇怪 由于它是实体的转盘 所以它就不能够像其他的通过控制波盘 去调整相机设置的相机一样 存储自定义模式 如果你想要切换自定义模式的话 所有的数据 你的光圈快门 你的ISO 可能都会因为切到自定义模式以后发生更改 这时候机身的设置是听实体波盘呢 还是听自定义模式设定的值呢 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冲突 其他有些相机像尼康的相机 它就会完全忽略机身上的实体波盘 此时你去调这些波盘的话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的 等于说实体转盘功能是完全被放弃 白白占了这样一个位置 富士更改成传统的包括模式波盘 最重要的还是说添加了个自定义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式波盘上有 C1 C2 C3 C4 C5 C6 C7 有整整七个自定义模式 数量非常的多 像其他的相机最多也就是给你三个自定义模式 而且这个自定义模式波盘也是跟XS10上面一样 就是它是真的自定义模式 这个之前我们在XS10的节目里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而且我也预测过了 说富士之后肯定会有相机会完全彻底的使用 这种传统的模式波盘 这回来XH2S相比于XS10 模式的功能又更增强了 不仅仅是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的 就是这个模式波盘呀 可以有像嘉能一样的自动更新自定义设置的功能 并且可以直接进入到自定义模式里面去检查里面所有的设置 并且修改这个设置 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个菜单 你会发现它这个自定义模式 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给它分配成视频自定义模式 还是照片自定义模式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在这个菜单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C1 C2 C3设置成了视频拍摄的模式 把C4 C5 C6保持成默认的照片的模式 你可以在这里面选择它是静态的自定义模式 还是视频的自定义模式 有了这样一个自定义模式的话 就会非常的方便 为什么我把C1 C2 C3设置成自定义模式 因为我经常用XHRS拍视频 当我转到C1的时候 我现在拍摄的是4K50帧 转到C2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变成了4K120帧 当我转到C3的时候 它变成了一个F-Log2的拍摄 当然我此时也可以进到这个设置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检查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修改里面的设置 比如说变成6K 然后此时再转回去 再转回来 你可以看到 直接这个设置就会变成6K的模式 所以这个自定义模式 用起来非常的爽 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你是拍照片比较多 或者说你是拍视频比较多 反正用起来是比佳能 还要更好的自定义模式 专业的用户肯定会非常喜欢这套 你可以很随心所欲的 自定义配置自己相机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对于专业用户来说 相比于过去这种 机械操作手感比较好的实体转盘 但是没有自定义模式 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吧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 完成自己的商业的拍摄 我觉得富士旗下那么多的相机 肯定是有一条是走XH2S 这样专业的路线的 使用传统的模式布盘 而另外一条像XT5或者是XPro 还是很重要的 结果我在后面讲视频的时候 会再给大家提一下 有一点我要说的是 这回拍摄照片和拍摄视频的 双卡写入的设置 是不在同一个地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拍摄视频的时候 如果想要在两个卡上 设置它的写入方向 你需要在视频菜单下的 媒介录制设定下面去选择 我去选择录的卡一录的卡二 或者是依次录制 或者是两个卡同时录制 那么在照片的模式下 它的菜单的设置 是在保存数据设置里面 你可以看到卡槽设置 前面有一个相机的标志 也就是说这个设置 它只是管理照片存放的位置 所以大家注意一点 因为我之前在拍摄的时候 我发现 为什么有一张卡上没有照片 后来发现原来照片的设置 是独立开来的 那么机身大概就是这样了 其他的像按键的布局 手感方面的区别 其实差别不是非常大 我就不细讲了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XH2S 它具体的机身的性能 得益于这回XH2S使用了一个全新的处理器 具体型号我记不得 反正是比XT4还要更好 所以它的照片拍摄的性能 连拍的性能 对焦的性能 视频拍摄的性能 都有一个非常全面的提升 感觉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对焦的性能 虽然说这回的对焦区域的设置 包括对焦区域的模式 其实跟之前的富士的相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说增加了对象检测的设定 那么你可以在这边开启针对于动物 鸟 汽车 摩托车 自行车 飞机等等这些可以AI识别的对象的控制 其他方面的一些设置 包括眼部和脸部的识别什么的 都没有太大设置上的区别 但是实际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会感觉这套对焦系统 跟之前的富士相机对焦系统区别非常非常大 就大到离谱 我认为它基本上是能够赶上三年前索尼的A6400的水平 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讽刺它 而是之前富士相机的对焦系统确实太差了 大家用武的都知道 索尼做自动对焦确实做得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说 XH2S它现在这套对焦系统 是从一个我感觉不太稳定的一个水平 变成了一个可以稳定发挥的状态 关于照片部分的测试我拍的不是非常的多 因为我觉得XH2S它主要的一些提升的点并不是在照片方面 所以其实XH2S的照片对我来说不是非常的重要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些别人的评测 反正我看像DPU Review的评测 说它即使在15张每秒的机械快门连拍的情况下 它的合焦率也是非常的高 电子快门可以达到40张每秒 这个时候它的合焦率就没有那么高 但如果你放弃40张每秒连拍的话 能够降到20张每秒连拍 它的合焦率也是非常不错的 反正从视频对焦的提升方面 13 1.4包括85 1.8我都测试过 反正我放一些样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觉得都真的挺不错 虽然说我觉得表现上可能没有原厂那么稳定 但是有这样的表现我已经可以接受了 因为用之前复视的相机不太能期待它有这样的表现 不过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环境光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或者是光线比较暗或者逆光的情况下 依然会有比较轻微的抽风 如果找不到脸的话 它也是完全对不过去的 呵呵 找不到你的脸对不上焦 而且在拍摄4K180帧的时候 它的对焦水平也会稍微有所下降 但是这样的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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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4K180帧